就是刷个卡 钱就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 在中间我也会遇到不舍得的时候 过去的一年里 我不断的反思很多事情 尤其是我自己的购物方面问题 没有连绵不绝的账荡 或是负债那么细句话 但也因此导致我没有提前察觉到 闲暇的时候 或者说是想打破单调重复的生活的时候 很容易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浏览网页 总想着为家里添置一些新的物品 或者是给自己买点东西 好像是善待自己 对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因为广告推送 媒体的营销导致的 但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的行为 没有克制住 好像总是需要通过购物来填满 或是弥补某些缺失 就像一个很深的洞一样想填满它 以为这会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出路 后来我发现也感觉到 当我试图用物质来填充它的时候 我并不能感到满足 我自己也看了很多断舍离的视频 但是总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甚至有一些是很极致的那种我知道都不是我所向往的 我就给我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一个属于我自己非常舒适的一个目标 有关注我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我去年怒了两集断舍离的包包 为什么我要断舍离 每次在换季整理衣处的时候呢 我总是想挪出更多的地方来放我其他的东西 这些包包就是明显占用了我太多空间 当下我不知哪里入手的时候呢 我先选择了包包断舍离 去年呢我还是有买了两只包包 其实是三只包包 但是我退了一只 所以是两只包包 我不想太刻意的逼迫自己 因为那样子的话就容易适得其反 通过我自己认为舒适的情况下来断舍离 进行简单生活 我觉得那样子才是最有效的 我也能坚持下来 每一次断舍离之后 发现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有种满足感 也能从而鼓励自己 当我看到我以前的包包卖掉之后 然后腾出的空间和空位的时候呢 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 那在同时呢 我也没有想过说要把这个空位给补上 无论是断舍离什么物品 都有一段很难的过程 在中间我也会遇到不舍得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重复的问我自己这个包包 或者说是任何一个物品 它又没有替代品 它是不是重复了 不管是颜色上还是设计上功能上 那我就会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 我当时没有去数 我到现在也没有去数 我当时舍离了几个包包 也不想去数 因为我从中已经学到了很多 得到了很多也吸取了很多 比如说我明白当我们花钱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特别容易 就是刷个卡 钱就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 当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又过了可以退换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呢 就要想办法给它卖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困难 接下来我明白的就是要学会客制 客制呢是一门学问 我还没有完完全全可以做到 但是平常购物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几个点是非常有用的 买东西的时候 你要抱着你已经知道你要买什么 有个清单的情况下你去买 然后就买清单上面的东西 不要就是那种漫无目的的 跑到超市或者是山长 看到什么想买什么 那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迷茫 或者是冲动消费 现在就是很多在网站上面购物 但是同样的例子就是我们如果进入 shopping mall买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穿上我们自己最喜欢最舒适的衣服去买东西 当我们看到某件物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跟自己身上的衣服配件做个对比 它有没有比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更好 它是不是比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更耐穿 更经久不败 比我这件衣服更好的话我才会去买 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我们少走冤望路 不会去买那些快时尚品牌 快时尚品牌感觉是价格上比较低一些 慢时尚的话是不是所谓的价格偏高 或者说是奢侈品才算是慢时尚呢 其实很多现在的奢侈品都是像流水线一样的生产 到底什么样是属于快时尚或者是慢时尚 因为现在很多大牌都是那种流水线一样的生产 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更新那些包包啊之类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时尚 我们一定要买性价比最高的衣服来穿 比如说偏爱某一类类型的物品 我对我那两条白色裙子已经是很满意了 那我还需要这条新的来替代它吗 因为我如果对我现有的裙子已经很满意了 我根本不需要再去找另外一件替代品 除非我的裙子呢是旧了或者是坏了 那才需要找替代品 冲冲消费还有在打折的时候 当然除非它是在你的清单上面的 那刚好碰到打折 如果是在打折的情况下去买一些爆款 或者是你觉得想去尝试的一些比较新的衣服啊包包的 如果不是因为需要而去买某件东西的话呢 到时候买回来 其实你用不了几次又堆在那里了 有目的性的去买东西 我现在就是会清理好我自己的清单 我需要某件东西 但是我不急 我就是放在那里 我知道我需要 那等到它打折的时候呢 我再去买 我们要多想一想 我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买买买 花料它 然后再赚 再这样子重复起来吗 先不说财富自由 至少大家都想提早退休 或者是能早点退休 对于我来说 简化我的生活 远离物质主义心态 对我非常重要 我也是才踏上 简单生活这条路一小段 没有想说要怎么个极致极简 但是我只想简单的生活 有时候我就会经常看自己的衣橱 看着他们 他们到底能给我带来喜悦吗 还是给我带来压力 多多的反思这个问题 我就能分辨出生活中的轻重 有时候物品越来越多 就好像是我们减肥的过程中呢 堆积的那些肥肉 它就是不自觉的会越堆越多 所以我们就是要定期的提醒自己 当我和家人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我那天穿的是某某品牌的衣服 曾几何时我们都是天真的小女孩 也并没有任何物质上面的强烈需求 我会想到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 妈妈会给我买蛋糕庆生 但也没有额外的礼物 有的同学知道是我的生日 也会给我买礼物 但是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也都不记得当初那些礼物是什么了 我更多的是记得 学校组织的春游和秋游 我们去过哪里 还有我妈妈经常带我们去的公园 游乐场 甚至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一起看个电视 那些全都是美好的回忆 我也非常感激父母 所给我带来的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 因为每次回想起来 我的心里面就会有一股暖流 感觉非常的幸福 也无比的满足 现在已经入冬了 所以天色就很早的暗下来的 然后我的背景啊 颜色屏幕上都会有一点变化 其实现在也才五点钟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部 我最近才看的一部美剧 它其实是一部 十年前2013年的电影 中文叫做白日梦想家 也叫25号底片 每个情节都有不同的感染力 很多画面也非常的惊心动魄 人生有时看是非常的单调 但只要我们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勇敢的走出舒适区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也非常励志 我们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实是无比渺小的 所以每天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今天就是以上的视频内容 也是今年2023的第一支影片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